玉里镇民代表会第21届第三次定期大会6月2号展开了 首先是由政长蔡秋龙来进行实证报告 不只是说明了目前政工所进行的建设、农业、观光方面的业务 更说明未来的实证重点 希望可以和玉里镇民代表会吸手打造幸福的玉里镇荣 玉里镇民代表会第21届第三次定期大会在6月2号展开 先是由玉里镇长蔡秋龙进行实证报告 不只是说明目前政工所所进行的 不管是在建设、农业以及观光方面业务之外 更说明了未来的实证重点 希望可以与玉里镇代表会吸手打造幸福的玉里镇荣 让证明看得到改变 必须感谢卫会的支持与努力与协助 期计玉里镇的实证难度能够落实于基层 秋龙会持续倾听民意 改进施政方向 相信玉里一年会比一年好 一年进步成为发动的拥值家园 接着就是各课室的主管工作报告 民政课的部分将持续办理 提报基优里长 以及协助县政府农民力春历节的八方 办理新冠状病毒的宣导民众调节等问题工作业务 农业客的部分是办理加强推广玉里镇的玉里米品牌 以及在地农特产品行销通路的拓展等等 蔡秋龙说要为玉里来做改变 虽然有不足的地方 但希望透过互相的协调 努力争取中央经费挤注的过程让政民看到改变 记者高雄雄玉里镇采访报道